Hello Welcome back 我是隆隆心 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手游 叫做 Kingdom Heroes M 那么呢 Kingdom Heroes M呢 跟以前的上国的群人传 Online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呢 它重现原始美术风格 然后职业啊 打宝刺王啊 武魂啊 还有国战等等 贺星的玩法 全部都保留在这个手游里面 然后游戏厂商呢 就optimize这些玩法 然后UI interface啊 变成mobile friendly 玩家能够随时随地的打开手机 然后从怀上国旅程 然后呢 现在呢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四个经典的职业 猛将 豪杰 军师 还有方式 然后猛将呢 一看就是知道那种 mini warrior 然后他是 近身 肉搏战 那么呢 下面呢 你可以看他可以带最大的兵数多少 比如猛将的就是二 招式都是近距离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豪杰 全能武者 精通武功与法术 他是一个 弓箭手来的啦 然后他可以带十字兵 军师呢 就是一个supporter这样子 还有kill啊 然后增强攻击啊 之类这样子的技能 最后一个就是方式 方式呢 他的job呢 就是好像法师这样子的啦 毒性的技能啊 火属性啊 还是风啊 学学部都有 这东西要来玩的就是猛将啦 然后呢 你用每一种武器呢 你能释放的技能都不一样啦 比如说拿刀啊 拿着长枪啊 全部都不一样了 然后他有这种技能就是 AOE喊 然后 knockback 敌人啊 然后这个是增强防御力这样子咯 好那么我先来介绍一下他的独特的带兵系统啦 好看到吗 后面这是小猪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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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特别专属的加成啊 OK我们来看第一个 后卫之阵 下面就有加成体力10% 防御力5% 移动力40% 然后火防11111212 腰房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所以呢鸭鸭呢 有什么加成呢 体力10% 5% 这个追攻 翅膀变高了 我们刚才第一个后卫的 他没有翅膀 可是呢 这个鸭鸭呢 他就有翅膀了 所以呢 你能来依照这敌人的阵容 然后来改变你的阵容去 然后用最好的阵容去打败你的敌人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阵容啊 给你去选啊 看一下依照你当时的情形 然后选 对你有力的阵型来打账 然后呢 这个就是金银 金银就是给你购买冰式的地方啊 然后一开始呢 你只能有那种最普通的冰 普通的冰呢 你能让它转值的 可以变成一个 葡刀兵啊 枪兵啊 骑兵 弓兵 剑兵 满兵 每种兵呢 都有自己的加成啦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葡刀兵呢 特殊技能就是 持刀的步兵 擅长进战 拥有较高的体魄 可使用必杀技大刀拨 女生的冰也是有不一样的哦 你不要以为 它跟男生的冰是一样 只是幻觉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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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有飞刀兵啊 清奇艺兵还有舞娘啦 舞娘应该是这种support的 对对对 它是support的skill来的 可使用必杀技火焰武 和武将技并疗术 每一种冰都很特别的 好像有些它的武力比较高啦 还是移动速度比较快啊 可是它体魄比较低啊 这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来介绍一下它的 冰器的种类啦 我们来这里 冰器谱 然后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的 武器分类啦 全部加成都不一样 你看哦 我现在穿着的武器 我有那个反应加11 可是这个武器没有 斩伤加20% 刺伤加20%这些 每一个都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加成啦 比如说 你拿这个单手棍 它的刺伤加10% 可是它的税伤加30%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 敲水armor的 armor piercing这种的 所以它的税伤会加30%这样子咯 强杖呢 它的武将技能伤害加13% 很明显是给法师用的啦 职业限制 军师方式 因为我是猛将 所以我不可以穿这个扇子 然后这个扇子 哦 你看到吗 它的支力加95 support 用 它们的skill有加成比较高啦 所以它们都用扇子 然后有一个小盾啊 猫子啦 头盔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炼造房 炼造房就是给你upgrade你的武器啊 还是强迫武器的地方咯 所需要的费用1000 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多钱 不用担心 然后呢 这里就是它强化的material啦 比如说我们来选一个这个金刚 你可以放一个祝福的符来增加那个成功力 可是我们现在不用啦 因为我们是100%嘛 然后呢 左边呢 你看到青色的那边呢 就是你每一次加持一次呢 它都会加 第六要第七的时候呢 你们要小心啦 如果加持失败的话呢 消失其力100% 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强化 比如我们要来一个武力强化呢 好我们选我们的 这把吧 可以强化三次 现在我们还可以强化多两次 除了武力强化呢 你还可以强化反应啊 这些你都可以看啊 这个是给武器啊 鞋子啊 自立的话也是武器 头盔小盾 踢破 就可以开甲 坐骑 这些命中啊 回避 什么都有 防御力的啊 防刺强化啊 防碎强化啊 oh my god so many man 好 那么呢 接下来呢 就是五魂雷台啦 然后这个五魂呢 如果你能打赢的话呢 喂 我跟你讲它的加成 那么你要怎样参加这个五魂比赛呢 花一个75元宝去报名 系统过后就会抽选 20位去打啦 有50分钟给你去打那个boss 对王输出贡献度大于1%的玩家 将获得骰点资格 系统将自动骰点 骰出最高数值的玩家 将获得本次的五魂 这个五魂呢 是赌一无二的啦 然后一位玩家是不能 拿到两个五魂以上的 五魂呢 你只能用三天而已 三天过后呢 它就会释放了后 你要再重新打过了啦 所以呢 这个加成呢 这个系统会比较公平一点 不然的话呢 一开始那些很强的人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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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后 它永久可以使用的话呢 这样子对新玩家就不公平了啦 好那么来到军团的主页那边呢 你可以看到军团的名称啊 团长是谁啊 啊这些啊 神器 我们来看神器这边 神器呢 这边呢 就是有给你军团的加成啊 如果你贡献这些碎片的 然后你的神器呢 到达特定的等级的时候呢 这边就有写字给你看 它加成多少啊 体力第一级 体力加20 第二级 智力加5 第三级 体魄加1 然后以智力推到30级 然后呢 你加入军团的好处呢 就是你做军团的任务呢 你就会得到奖励啦 然后这些就是你累积的这个军团任务点数呢 你就可以领取他个别点数的箱子啦 alright 那么是国战的时候啦 国战就是来open world的开红啦 如果你们懂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全部三个不一样国家的人都可以来互相残杀 然后去占领各自的地盘这样子咯 你累积你的功勋直够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供电啊 去升级你的关键 然后现在我们守定目标 我们去打这块红色的 徐州东墨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强play啊 那我应该是一下子就躺着了 呵呵 那Shit Come on 开门 Bobo 我觉得我要打的天亮都打不完的这个 诶 我的地友来要吗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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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打爆他的门 Come on guys 来 have a great time We're going my allies Hello 快点快点继续打 你啊兄弟不打 我才打多少damage 151517 我打几十 Come on ma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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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Strong 诶诶诶诶 诶诶诶 怎么你会跑 What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聚典塔啦 如果呢有敌人来攻击我们的聚典塔的话呢 不管是谁 只要他last hit 那个聚典塔呢 那个聚典塔都会变成他的均环的聚典塔 好像比如说这个是朱雀塔的只有方式的职业 才能对其造成伤害 比如说你看这个地图 聚典塔 他有放他的名字的 好像玄武塔 就是军事的职业才能打 同关的聚典塔呢 就是青龙塔 只有豪杰的职业才能去 对其造成伤害 OK it's time 我们这里已经被打了 然后 嘿嘿嘿嘿 我不懂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 You never mind We strong right Yes 我姐姐混在后面 喂 狠我嘛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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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黑熊 有什么好怕啊 来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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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hat 怎么是要痛呢 喂 还有我的队友呢 队友呢 队友呢 全部跑去那里了 哇 我还要跑这样也回去那边 Guys 所以这个教训教我们什么 要找好的队友 不要找猪队友 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猪队友 呵呵呵呵呵 Alright 那么今天的Kingdom Heroes M 試玩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留一个赞 然后分享 如果你想要玩的话 记得赶快赶快去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Store 去寻找Kingdom Heroes M 然后下载来玩啊 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那么多久 你不想看 我自己的家人 对吗 我自己的家人 做事 对吗